第七十三届联合国大会近日在纽约召开 各国领导前来对国际问题进行分析 表达自己国家的立场 美国作为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 这次的问题将由美国提出 很明显的 还是伊朗问题 这是美国领导人的决定 美国在制裁伊朗的问题上态度一直都是非常坚决的 在此次大会上谴责伊朗并表示伊朗问题 将导致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冲突升级 到那个时候未来的美国也许就会孤军奋战 然而美国的言论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支持正义的国家依然还是多数 据媒体报道 9月25日中俄欧伊在联合国外长级别会议上达成共识 三十余国家坚决表态 与霸权抗争到底 将支持伊朗维护合法交易 同时在9月25日时 美国领导人发表演讲 要奉行美国优先的政策 并称反对全球主义理念 甚至自吹自擂自己的功劳 在座的许多国家代表纷纷皱美 真的是尴尬且无语 且美国领导人在言论中批评联合国理事会 以及关于伊朗的问题 说白了就是想让美国的霸权主义进行到底 这会使美国在未来与世界为敌 根据消息 中俄在以后会继续进口伊朗的石油 而与美国有摩擦的欧盟将和伊朗单独建立金融机制 以此来避免美国的再一次制裁 此前因为美国的石油禁令欧盟退出了伊朗 如今有了新的方式 欧盟重新布局伊朗将不会受到美国的制约 同时这个意见得到惠方欢迎并且通过 这对中俄而言无疑就是打了强心计 相对美国而言 这或许就是一个坏消息 数十个国家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美国或在未来寸步难行 但是这也怪不得别人 自己搞出来的烂摊子 流着泪也要收拾干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